我們看地底七 他說兩類火車 這個速度都是20公尺每秒 那相向而行 然後他說一火車 明放頻率是600Hz 則第一小題 在沒有風的情況底下 另一個火車 這是觀察者 聽到頻率 我們叫21 這個點吧 v-vs 升速是多少 升速是340公尺每秒 340公尺每秒 340公尺 大v-vs 大v加上v 現在波遠的速度是v-20 就340 減20 那這個 這個是相向 增加340加上20 那乘以多少 乘以頻率是600 這是300 那這個是360 那這樣就可以算出來 再約掉一個 用8 8,4,3,4 用8 8,4,3,4 用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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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6 4,4,9,3,6 4,9,3,6 這樣也可以用8 那再來 約掉4 4,4,2,8 4,1,4,4,5,2,5 那這是45 所以45x15 15x15是2,25 他再乘以3 35x15 1 7 675 所以是675 的赫子 在蜈蚣情況底下是675 再往看第二小提 第二小提 第二小提是說 若蜂以20公尺每秒的數力 從聽者吹向氣體 從聽者這樣吹過來 那我們這個 都國的效應 都是站在戒指上面討論的 那戒指就是風啊 那風這樣吹來的話 他相對於戒指的速度等於是靜子 所以現在變成一個是靜子 相對於戒指的速度 那他相對於風的速度 相對於戒指的速度 就變成40 所以現在郭元 是V1' 現在變成40 公尺明明 然後這Fs 也是600 好 那這樣呢 他問說 另一火車上聽到的頻率 他聽到的頻率 等於是他就沒有動 相對於戒指沒有動 所以這F2 這就懂了 等於V除以 V減波元的速度 V減到V1 他乘以Fs 那是340 340減40 他乘以600 這是300 別掉這是2 所以680 好 第二小比 680 好 第三小比 是說 如果 風反向吹 往這邊吹的話 他相對於風的速度 相對於戒指的速度 就等於0 相對戒指的速度 就等於0 那他相對戒指的速度 這個就變成40 V減波元的速度 4公尺每秒 公尺每秒 這個頻率 是等於600 就等於什麼 等於是波元不動 觀察者也4公尺每秒 分向波元 所以這個F3 波元就不動 V分之多少 V加V2 他乘F 大V是340 340 加上40 那再乘以多少 乘以600 那這樣就可以算出來了 這樣約掉 這樣就是34分之38 乘以600 那這個大概是670 你看 212 274 212 28 16 29 18 那19乘以6 9 6 54 計5 6216 是11 6加5 是11 114 再乘以17 再乘以大5 除以17 這6 670 4 12 12 12 0 這多少 大概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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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